多年前,金石堂有一本非常暢銷的網路書籍 是由雙周出版社出版的 書名為《4%的人毫無良知,我該怎麼辦》 書名是《4%的人毫無良知,我該怎麼辦》 作者是著名心理學家,也是心理醫生馬薩·史圖特博士 這本書的內容說到,這個世界上大約有4%的人都很瘋狂,都很嚇人,而且都真實存在 但這4%的人呢,他們對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 你們有聽說過反社會人格者嗎? 反社會的這樣子的一種人 我們的社會,平均每2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他是反社會人格者 反社會人格者向來以情感淡薄著稱 他們或許會說自己很有感情 但他們根本就沒有他們所說的那些的情感 他們其實麻木不仁 他們跟我們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他們無法愛人 雖然他們幾乎都有一個主要的特徵 他們身上會散發出某種的光芒 或者是所謂的個人魅力 而這個會讓他們看起來相當的迷人 而且更有意思 也會讓別人都相形失色 他們外在表現 比別人更加的隨性 不是隨和 是隨性 他們熱情 然而他們複雜 他們性感 但是他們也很矛盾 所以一般人很難辨認出他們 也很容易被他們迷得團團轉 這是由於反社會人格者 早早就學會了如何流露虛假的情感 但是實際上他們對別人的痛苦 是默不關心的 他們只喜歡控制 他們喜歡贏 而且他們只喜歡贏 他們不能輸 所以這些的特徵 或者可以說這些的症狀 就是某種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心理狀態 歸根究底 乃是因為他們缺乏了身為人最重要的良心 而所違反社會人格者主要表示 他們沒有良心 我們要如何的辨認沒有良心的人呢? 事實上我們都認識 起碼一個以上的反社會人格者 我們從報章雜誌 我們每天幾乎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人物 副少李宗睿 她被控性侵14名女子 五案定驗 她共被判刑 22年10個月 號稱為台大宅王的台大研究所畢業生 張彥文 因為不滿女友提出分手 她當街持鋼刀 狂砍女友47刀致死 而她向警方公稱 自己凶殘的行凶方式 都是模仿犯下捷運殺人案的證結 她被依殺人等罪名共八項被提起公訴 台北地方法院在審理一年多之後 於今年的一月判決張彥文無期徒刑 此奪公權 終身定驗 你們知道嗎 其實每25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 他是反社會人格者 他們多半默默地在這個社會裡面 自由自在地生活著 這種人並不是無法理解好壞之間的分別 而是就算他們理解 也無法限制他們的行為 這樣的人 就算理智上能夠了解 對跟錯之間的分別 但在情感上 他們還是無法了解各種的差異 而他們也不會恐懼上帝 但是這些我們正常人就會 想想我們的社會裡面 每25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完全沒有罪惡感 或者是他即使犯了罪 也沒有回憶 而這種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是相當嚇人的 雖然4%的人毫無良知 每25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會在沒有預警之下 做出害人聽聞的可怕 反社會行動 但這個並不是最可怕的 弟兄姐妹你們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你們知道最令人震驚的是什麼嗎 那令人最驚嚇的是如果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政府官員 我們的政府官員 甚至於我們的百姓 還有如果連我們教會的牧師 這些神職人員 他們都是一群反社會人格 當這些有權柄的人 帶頭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卻毫無罪惡感跟悔意 那個才是最可怕的 和詩牙書第五章 刺羅羅的就讓我們看到 這些今世害俗的畫面 我們再一起來念第一節 請 好,一口气,和希阿说出了三个呼吁 一口气,和希阿告诉众人啊,你们要仔细的听 更白话一点来讲这一段的经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祭司们啊,你们要听 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意 皇亲国戚啊,你们也要听 你们应该凭公正审判人 但现在你们反要被受审判了 因为你们已成为设在米斯巴的圈套 铺张在他泊山上的网罗 众所周知,网罗是什么? 网罗是捕鸟人,他们以网罗来困住鸟的一个工具 当捕罗人,当捕鸟人,他们用网罗控制 那个控住,抓住鸟的时候 网住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鸟在网罗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光景 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到 上帝用网罗来形容这些的官长 这些的王室,这些的祭司 这些的百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这里主要讲的话是审判的信息 是说明上帝的公义 这段恩话是继和西阿苏四章一节之后 连续提出三次要大家注意听的呼吁 祭司啊,以色列啊,王家啊,你们要听 这三重的呼召是针对的祭司 百姓,以及皇室的皇亲国戚 所发出来的 而很清楚的,第一个被提出 要他们注意听的对象是谁 是祭司 可以想象得到,祭司在这当中 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的角色就是罪魁祸首 第一个被提出来要他注意听 有审判的信息要对他说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人的祭司是被分别出来的 他们单单以服侍上帝为一生的指示 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职责 是在帮助人明白 敬拜上帝的方法 以及敬拜上帝的意义 因此应该比一般人民 更清楚,更正确,更准确 有一个好的,正直的,公义的 并且慈爱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态度 可惜,根据先知和西亚子书 和西亚在第四章里面 所提出来的警告来看 他们显然的并没有这样做 原因是他们一方面献祭给上帝 另一方面,他们却带头 引导百姓去献祭给神明 更严重的是 他们自己还跟巴黎神明的妙计 公然行淫 如同前面和西亚书四章十四节的指控那样 这样的行徒已经污秽了 他们在耶和华上帝祭坛所做的一切的献祭的礼仪 不但如此,更有甚者是他们好像捕鸟的网罗 或铺张捕捉野兽的这样子的一个网 他们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剥夺人们的生命跟自由 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固责手段 铺张各样的广罗 要来捕捉那些的穷困 那些的可怜的百姓 一个社会是否败坏 从宗教领袖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连宗教领袖也会贪婪、自私、欺骗 甚至于为了自己的私利罔顾人命 那这样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可以过 原因很简单 宗教工作者乃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知 如果连这个最后的良知都不知道羞耻 还会贪婪、自私、欺骗这样的社会 你怎么能够期待它有平安可言 你怎么能够期待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能够安居乐业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知道吗 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 那个时候祷告会才结束 我的德国师母接了一通越洋电话之后 很激动地告诉我们 在他们家里做祷告会的弟兄姐妹 他告诉我们说 柏林围墙倒了 德国统一了 祷告会的 感谢观看